不出所料,西安维梅姆森成为状元,被提胡用一号签顺利带走。提胡把从胡人交易来的四号签,交易到了老鹰,老鹰用四号签选中了新秀安德烈亨特。可以不客气地说,胡人就是选秀大会之后,最活跃的球队。在用完选秀签之后,连续操作了四名球员。